好 再来关心狂犬病的疫情 现在最新的消息 很多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草泥马 恐怕也要特别的小心了 因为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草泥马 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去农场玩的时候 特别喜欢去斗去喂吃东西 但是草泥马会吐口水 万一被幼欢什么他咬过了身上有狂犬病 你小朋友身上有个什么伤口 被草泥马的口水喷到的话 就有可能会感染了 那么本来草泥马是农场里面的明星 现在也要小心了 那么又不能够靠近他 不能喂他吃东西 也最好不要拍照 业者估计游客恐怕会减少个两成 闸门上所挂上寝物靠近的标语 这是休闲农场人气最夯的草泥马 现在通通不能靠近 不要去靠近他 甚至于就是不要去摸他 一群小朋友正要来休闲农场 看动物不够爆发狂犬病疫情 原里有白鼻心有草泥马 通通有染上狂犬病的危机 尤其是爱吐口水的草泥马 就算温馴可爱也只能远远看 本来有开放给游客 可以进去跟他互动 拍照 喂食的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完全都是取消 你跟我围起来还是还好 措施应该做得很好 就算不能靠近小朋友 还是很开心 其实所有的温血动物 都可能染狂犬病 包括人类 小猫小狗 牛猪马羊 连臭幼 蝙蝠都是 包括草泥马 因此近距离喂食 靠近拍照 甚至玩轻轻 痛痛禁止 尤其草泥马最爱潮人吐口水 碰到伤口就有传染危机 我们应该避免说我们的伤口 让其他的一个托育给接触 只要温血动物就有传染的可能 农场业者让所有动物施打疫苗 可爱的草泥马也列入危险名单 只能请民众暂时忍耐 否则园区里处处危机 小心至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